暫時有一位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這位人士是一位88歲的男士 他退休了 他住的大廈是藍田平田村的平線樓 這也是一個強制檢測的大廈 他住的單位跟另外的確診人士的單位 是不同方向不同層數 都隔很遠 唯一就是他不太記得平時出入的活動 根據家人都知道他在3月8至14日之間的早上 都有去這間潮覆龍蝦專門店 啟田商場 如果你們記得之前也有兩位在這裏住的居民 都有去過這間餐廳 即是酒肋 那兩位人士是有接觸的 但是那兩位人士就應該是10號左右有接觸 就是晚餐來的 而這兩位人士就好像是早上 我們都在研究 即是同體調查 說他們是否會相相識 或者有沒有機會在茶樓接觸 那間茶樓暫時現在都在關閉著 它應該是有20多位工作人員 其中有大概9位已經跟之前的個案有些接觸 送了去檢疫中心 他們就應該有做到一些測試 暫時我們都在跟他們跟進其他人的結果 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我們有兩宗 一宗是11394 它就是我昨天提過的 就是兼職的的士司機 駕鴻的 它的車牌就是LE7673 它就近期就是3月3號 3月10號 和3月17號上班的 主要都是回早更 即6、7點去到下午3點左右 在南灣半島那裏交車 我們就已經請Ojo 就會將那個3月8號至17號之間 曾經坐過的士那些 如果它是奪過安心出行的 那些顧客應該都會收到一個暴露的通知 請他們謹慎一些去做檢測 另外第二位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就是一位地盤文員 在茶果嶺道的一個地盤的文跡 那個地盤就是土木工程拓展署 海堤及航道維修保養的合約 那個編號是CV2016-01 這裏大概有一百位工作人員 需要我們出一個強制檢測的通告 那他和他上班一起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士 大概有10位左右都需要接受檢測 那這位人士就是3月17號 就有點喉嚨不舒服 最後一天上班是3月19號 那他20號就去檢測 那他在之前在3月6號都做過檢測 那他住在黃大仙豐盛街的曉輝花園第三座 那這個大廈都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那他在前復期或者傳染期 都有和一兩位同事有吃過飯 或者3月14號就曾經在元朗開心花園的農莊那裏 那他會懂的